第1个咱看一眼 10乘3 减去4除2加1 在括号里面是不是先算括号 对吧 先算括号里面是30 减2加129吧 29模2的话是不是1 这回A是不是1 A里面存的1B里面存3对吧 然后B现在等于 是什么等于 模2等于吧 B现在模2等于 B模2等于A加3 A是不是1 先算A加1 先算这个1加3吧 A加3对吧 是不是B模2等于4了 对吧 模2等于4 是不是让B模4的结果 再复给4 再复给B对吧 B是3 3模4 于3吧 是不是B最后还是3 对吧 B还是3 然后打印A加加 A原来1吧 对吧 1加加打印出来 虽然说A变成2了 但打印出来是1对吧 加加放后了吧 然后减减B 是不是先减减后打印 B是3 先减减 是不是打印出来是1和2 对吧 B是2吧 就是这没问题 对吧 没问题啊 中间甭管 中间打印空格 这边以后再说 第二题写出来了吗 请交换AB的值 咋写的 有没有人写的 非常这种野蛮 对吧 这张A等于234 B等于123了 对吧 野蛮是写法 对吧 手动操作 对吧 手动操作 你看这个完事了 对吧 简辨明了 还快捷 不行啊 不能那么整啊 那机器算好 机器怎么算呢 写个公式呗 这是什么东西腾到代码 就这个东西让它变成公式 任何东西都可以消换值的 怎么来交换值呢 咱首先一个想法 怎么来消换这个值 引入一个新的变量 是一个常规方法 对吧 引入一些变量C C等于啥呢 C等于A的值 对吧 是不是C里面存着A了 所以这时候A 是不是可以被改变了 A可以放B的值了吧 这是不是也不担心 A的值被顶替掉 对吧 因为A的值被储存到C那块去了 对吧 然后让B的值 再等于C的值 是不是现在A和B 它俩就调换位置了 打印一下A和B 是不是现在B是234 A是233 对吧 打印A和B 行了 对 有的时候不需要第三个变量 刚才第三个变量 那个懂不懂 说的没问题的话 特别简单 有时候不需要第三个变量 也能实现 但这个就比较烧脑了 怎么个烧脑法呢 A等于A加B 这么写符合语法不 没问题吧 那现在A是啥 A最后的值 是不是A和B的合 对吧 然后 然后啥 然后 到底啥等于 B等于A-B吧 B等于A-B的话 A是不是俩人的合 B是B吧 A-B 对吧 是把A的值 放到B里面去了 但是现在这个A 是不是代表 还有俩人的合呢 那再来一遍 A等于A-B 是不是就完事了 因为这时候 B代表的是A的值 那A还代表俩人的合呢 俩人的合 简直A的值 是不是得B的值 是不是也交换位置了 最后你再打赢A和B的话 是不是他俩就也能交换位置 对吧 但是说诚哥 这么写 和我直接 和我直接手动的改 有啥区别 那当然有区别了 咱能解决一下为啥 对吧 你手动的改 是实现这个了 但是你那不是通事 我给你换俩数 你咋整啊 能懂我意思吧 你那不是通事 虽然说能解决问题 我承认能解决问题 对吧 但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你说诚哥 这块我手动改234 这块改123 那你只能解决一个视觉问题 对吧 视觉上这回123 234你知道行 那你不知道咋是吧 对吧 你不知道情况下 是不是得拿公式来写 这是不是才叫变成 能懂得是吧 抽象规律来应用规律吧 对吧 这个完事啊 接着往下讲 今天呢 这两篇搞定 咱就完事啊 咱争取啊 刚才说的运算符叫 叫什么 刚才说那些符号啊 叫运算符对吧 换句话叫叫运算操作符 或者叫计算运算符对吧 接下来这个运算符呢 叫比较运算符 它也是运算符啊 比较 这个东西也常用在数学里面 生活里面都有的 比较运算符 大于号 小于号 等等一些的东西 先说大于号 这个比较运算符 是不是见过啊 那数学里面一大于二 对吧 那数学里面一大于二 求个啥呀 数学里面是图个啥 一大于二 图个真与假 对吧 对不对啊 一大于二嘛 一不大于二了 然后数学里面 这就完事了对吧 但是应用到计算机里面 我给你说 计算机的一切运算符 但凡它叫运算符 不管是螺运算符 什么细算运算符 什么运算符 但凡它叫运算符 它强调的是运算 其他的都是作为运算的修饰词的 你像这个什么什么运算符 比较是作为运算的 一个修饰词的 叫定语对吧 所以运算是重要的 但凡运算就要求结果 一定记住 能诺是吧 比如说一大于二 还是二大于一 它是要求结果的 它是要求结果的 比如说一大于二嘛 咋求结果呀 你给它拿个变量 它就能接受它的结果 那结果到底是啥呢 我问大家问题 一大于二 结果就两 要么对要么错 对吧 要么对要么错 你去给个结论 问是不是这样 要么是要么不是对吧 所以这时候就用到 咱们那个值 叫布尔值了吧 一个处一个false 处和false 这个值代表的是 比较运算符的结果吧 是不是一大于二吗 五大于二 是不是false false你打印出 这个变量A的话 啥零啊 就是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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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false转换成数字是零 但是它不能转换 现在还没到转换的时候呢 是这回事啊 false 那小于号呢 处呗 对吧 处呗 这是大于小于 这俩呢 是等 别的了 咱比个好玩的 是数字和数字 只有数字数字能比吗 一切东西都能比 只不过比较规则 咱们需要探究而已 咱今天先不探究这比较规则 我先给大家举个小例子 有点比较一下 比较啥呢 我看看啊 邓哥 帅 大于 成哥 帅吗 大于成哥帅吗 这是我也提醒交代的啊 看一下 做出对吧 计算机是不是撒谎的时候 对吧 来换一个 成哥不帅 对吧 还是成哥不帅吗 出对吧 他不帅 对吧 他不帅 他不帅 就这个东西吧 他是能 他是能比的 他是能比的 但是他这个比较的 是不是字幕串了 字幕串啥规则 啥原则 那是有他的一系列的规则了 那咱简化点啊 比个字幕串A 和比个字幕串B 能比吗 字幕串A大于字幕串B吗 我跟你讲 还是不大于的 字幕串比的是啥 比的是这个 比的是这个读这个ABCD的顺序吗 不是啊 也可以说是 比的是阿瑟马 这个阿瑟马 我简单说了 兄弟 阿瑟马我简单说了 咱后续还会深说的 阿瑟马什么东西呢 你简单立场 没有计算基础的东西 无所谓 阿瑟马这么写 阿斯科 阿瑟马对吧 阿瑟马是个名 阿瑟马最开始呢 有128位 有128个阿瑟马 阿瑟马由二进制数 二进制数来表示 一开始由7位二进制数 00000 由7位二进制数 二进制数只有0和1 这7位二进制数呢 能表示128个十进制的数 能懂我意思吧 这个7位的二进制数 也就是说现在0000001 是不是代表十进制的1 对吧 00010 是不是代表十进制的2 对吧 这7位二进制的数 能表示十进制的数 0到127 这0到127 这每个数对应的啥东西 0到127 每个数后面对应的是一个字符 0到127 每个数后面对应的一个字符 计算机呢 能够识别这些字符 比如说计算机要比较两个字符 它怎么比较 比较A和B 它其实比较的是 A后面对应的阿瑟马 和B后面对应的阿瑟马 它俩谁的 能懂我意思吧 是这么个回事 我再看一下阿瑟马 阿瑟马 阿瑟马 咱们看这个阿瑟马 来点开 这是阿瑟马的第一 0到127 能看见吗 0到127 我放大 放大 然后0到127 0到127 你看 0123456789 什么红桃 黑桃 方片 什么都有 然后还有一大堆东西 一大堆没用的 就前面那些阿瑟马 没什么太大用 当然这些特殊符号 也就代表了 如果你比较这些特殊符号的话 是不是也能比 阿瑟马比吧 对吧 你看到这就来直接了 是不是A代表97 B代表98 对吧 然后一直往后加 加26 是不是到Z了 对吧 然后大A在哪 大A是不是65 大A65 然后大Z 是不是那什么 但是听说 大A到小A之间 绝对差的不是26 我不要想当然 也不是27 是32 因为他们中间 到大Z结束之后 没接着小A 人家还有几个 什么方括号 斜杆 什么什么尖角号 空格他呢 对吧 差32个 所以大A是65 小A是97 那是常识 同意是吧 这是常识 这个常识 你可以忽略 你可以查 无所谓 这是阿瑟马 所以字符串 简单来说 比较的是阿瑟马顺序 比较是阿瑟马顺序 听我说 字符串 比较的就是阿瑟马顺序 一定得记住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吧 阿瑟马分为阿瑟马一马 阿瑟马二马 阿瑟马一马就是七位二几指数 阿瑟马二马是八位二几指数 为什么有阿瑟马呢 后来大家觉得 哎呀 一个阿瑟马好像比较不出 好像显示不出 对应不出 我所想要的所有字符 可能是我还有一些过分的需求 比如说下一页对吧 下一页看看 阿瑟马二图 阿瑟马二表 看 看下一页 下一页这些特殊符号 是不是很国分 对吧 阿波哥一无鱼什么的 什么样调对吧 当然不是这是德语 对吧 德语什么意大利语 说法语什么的 他们有这个调什么的 这是一大堆东西 他们有那些东西了 这是阿瑟马 他是 是啊 他是阿瑟马二马 所表示的东西 他数字在这呢 128到25 阿瑟马二马是八位二几指数 八位二几指数是0到25吧 8位二几指数0到25 这是个拓展机 然后再拓展的 拓展到了Unico的变码 那就老多了 Unico那就老多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顺移 说但凡 我现在交代规则 字符串只要是比较的话 字符串通过这个比较运算符 进行计算的话 比的就是阿瑟马 然后呢 1 大于8吗 奔计想不可能 对吧 1怎么可能大于8呢 是不是 哎 我这块 我这块写一个那什么 应该是FORCE吧 咱看阿瑟马 阿瑟克马 点开 阿瑟克马里面有数字 有数字 是48代表0 一次往后比 对吧 你这个1的阿瑟马是不是49 8的阿瑟克马是56 但是字符串一个吧 能够一个吧 字符串一个吧 不是数字一个吧 字符串一个吧 这现在是不是1的阿瑟马 小于8的阿瑟马 对吧 那10 字符串10个8B呢 字符串10个8B呢 是大于应该处吗 保存 保存啊 刷新 在这啊 刷新 还是FORCE 字符串 这不读10 这读字符串10 字符串 这读字符串10 字符串10有点像啥东西呢 大家这么说啊 就是俩人比顺序啊 俩人比顺序 比如说这个咱奥运会的时候 奥运会的时候 国家给我出场顺序吧 国家出场顺序 是按AB去立牌的 对吧 那有很多个A开头的国家 那怎么办 A开头 A比B应该开始 对吧 A比B应该先 对吧 那你如果A开头和B开头了 那肯定是A开头先 那如果两个都是A开头国家呢 比第二个 对吧 比第二个 对吧 所以他符合的原则是 先拿开头的咱比个比吧 然后再比第二个 你这不叫10 你就是1和0 先拿1和8比 那你都比不过 那你还看什么0 都不看了 都不看了 行了 这是字幕串比较的原则 行了 阿斯克马 稍微懂懂就可以 阿斯克马那东西 然后呢 咱生活中还有一个东西 叫等不等于 比如说这个等不等于 怎么懂 对吧 比如说 看两个数相不相等 看这个1和这个2相不相等 咱有一个操作符 比较操作符 是等于等于 这个等于等于 才是比较运算符的等于 1是否等于2 而这个等于 咱们不管叫等于 咱叫复值 对吧 咱把1是否等于2的结果 复到这个A里面去 对吧 1等于2 那肯定是false 对吧 所以他得了 但凡是比较运算符 得出的结论 一定是出和false 不而直 对吧 3号 保存 刷新 false吧 一定是false 这是这样的 比较运算符 比较怎么着 是否等于 等于这个事比较简单 不多说了 是吧 不多说了 比如说 你可以试一下 回去试一下 等号左边写着 老邓的长相 右边是老邓的财富 相不相等 对吧 包括老邓的长相 和他媳妇团们 对吧 媳妇团数量 对吧 相不相等 对吧 看这个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这不用说了吧 这个 很简单 最后一个 碳号等于 叫 是否不等 1是否不等于 2 是 是的话 是不是出 这个叫非等于 碳号是非 叫不等于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咱不看了 其实比较简单 然后我讲一个特殊原则 这个1是不是等于1 没问题吧 保存刷新 对吧 然后 很多什么安基范的 是不是等于安基范的 这也没问题吧 这左右两边 是不是都像 丑了都一样 是不是世界上都一样的 效果对吧 安基范的 安基范的 是不是也是错 然后看一个东西 Infinity 叫正无穷的意思吧 等于正无穷吗 保存刷新 等于 固定值对吧 资算机里面的正无形容 是不是加一 大跃正无形容 对吧 它来固定值嘛 然后再来一个 飞数 是吧 等于飞数吗 一看应该等于 对吧 结果呢 Force 就它是特例 记住就行了 飞数 一级眼连自己都不认识 知道吧 一级眼连自己都不认识 对吧 所以你看 明明左右两边 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 NAN 这个飞数 不等于任何东西 包括自己 这就是定值 这是一个规则 NAN 不等于任何东西 包括自己 就是自己和自己都不相当 一级眼连自己都不认识 对吧 脾气非常大 对吧 简单了 咱就这么着了 简单这么着了 接下来 刚才那都是铺垫了 这才是今天的重点 听我说 这仨哥们才是今天重点 这仨哥们 无比的难 无比的难 第一个呢 就是这几个也叫运算符 这几个运算符呢 叫逻辑运算符 运算符 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撒 雨 霍 和飞 大家都听过 学过什么 叫什么电子 什么电子 叫什么电子 电子信息工程吗 电子 不是 计算机叫电子技术 软件叫这个 叫数字逻辑 对吧 数字逻辑 包括计算机数学里面 叫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里面有个叫逻辑 什么逻辑圆吗 还叫逻辑什么 什么逻辑圆计算 叫什么来着 有一章就雨或飞 来回雨来回过 对吧 但是 和学校讲的一个东西差不多 但是学校的太浅了 太浅了 老师讲的太浅了 你见过老师这么写东西吗 一与二 你见过这么写东西吗 没有吧 一般这个东西放到衣服什么 什么放到判断里面去 对吧 其实那种用法是一个变相用法 本质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一定记住 运算符咱们就是要求结果 这个运算符照样能求结果 照样能求结果 这个在你们脑子里 它本来是啥意思 叫两边全是真 才是真 对吧 这俩是不是一和二 你凭你经验 懂编程同学 先看一下 懂编程同学 看下 是不是凭你经验 都是真 都是真 是不是应该返回的处 结果呢 结果呢咱看一下 结果返回二吧 如果你想象不太一样 所以你听我说吧 对吧 先打破一下你的传统观念 对吧 你好好听 对吧 比如说学校老师讲的东西 他并不关注这里面的细节 并不关注他实际性的应用 这个与或非运算符 用处大了去了 这么说 这个与运算符 他有一个 他有个规则 懂不懂 这话都开始听了 懂不懂 这话他有个规则 叫什么规则呢 与运算符 首先来说 与运算符 他是为了求结果的 他是一定会返回结果的 他的结果怎么来返回呢 他会先看第一个表达式 也就是说与运算符 前面这个式子 能懂是吧 是一个单独的人 是一个单独的数 也好 是一个计算式子也好 反正来说 他都算一个表达式 能懂一个吧 就是与运算符 他会先看 与运算符 前面的表达式 转换成布尔值 是否为真 他会先看 就是我再重复一遍 他会先看 与运算符 前面的表达式 转换成布尔值 是否为真 怎么转换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块有六个值 这六个值 我给他放到这 这六个值 转换为布尔值 你别管他怎么转 反正他就是怎么转 这六个值 转换成布尔值 他都是false 他都是false 除了也就是 除了这六个值以外 那些值转换成布尔值 是不是都为处 懂我意思吧 是那些值都为处 对吧 这些值转换成布尔值 都是false 那些都是处 除了这些以外 有什么呢 有安基范的 有nan 有nan 有这咋多 这个叫字符串 只不过没有任何内容的字符串 咱们管他叫空串 那懂我意思吧 叫空串 就没有任何内容 只有双眼号 但这也是个串 那懂我意思吧 这个串 二加东西还能变成串 那懂你对吧 空串 然后零 false 他们转换成布尔值 都为false 然后我再说一遍这个规则 他会先看 我写着吧 先看第一个 表达式 表达式转换成布尔值 的结果 如果结果为 真 那么 会 他会 往后看 看第二个表达式 看第二个 表达式 转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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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值的 的结果 然后 啊 然后啊 如果 只有 听说 先不看到了啊 然后如果只有 两个表达式的话 只要看到第二个表达式 就可以返回 该表达式 的值了 哎 好 写完了 能看懂吗 肯定看不懂 对吧 肯定看不懂 咱挂着哈 别着急哈 咱在这解读一下 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先看 他会先看第一个表达式 他会 听说 咱现在 听说 咱现在只研究 有前后两个表达式的情况 这什么 那还有第三种情况吗 当然有了 咱还可以这么写呢 还可以这么写呢 咱现在只研究 两个表达式的情况 一前一后啊 他会先看前面这个表达式 转换为布尔值 他的结果 如果前面转换成布尔值 为真的话 那第二个不用看啥了 直接把第二个结果返回 返回给A 比如说 他的运算结果就是2 明白 就是如果前头的为真 他的运算结果就为2 懂我意思吗 就是如果前面的真 他就会把第二个表达式的运算结果 给你返回 就是2对吧 如果第二个表达式这么写呢 2加2呢 那最后应该返回结果是啥 判断一下 1是不是真 1手上的布尔值是不是真 他不是那6值是不是真 真的话 他看第二个表达式的运算结果 并且把第二个表达式的运算结果 直接返回 明白我意思吧 直接返回 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不是A是 A14 A14 这个我跟你说 这里面不会返回处和false 他就会返回原本的值 懂我意思吧 他就会返回原本的值 然后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当第一个表达式为false的时候 当第一个表达式 转换为负尔值为false的时候 就为0了 那怎么办呢 不再往后看了 把第一个表达式的值返回 听我说一遍 当第一个表达式为false的时候 当第一个表达式 转换完负尔值为false的时候 直接把第一个表达式的值返回 我没说返回false吧 他把它转换成负尔值 只是为了判断往不往后走 能懂我意思吧 并不是说把它真正的返回负尔值 能懂我意思吧 这个时候转换成负尔值一看 你是false 好你是false之后 咱不往回走了 把你原本的值返回 这个时候返回的是谁 返回的0 是不是到这中断了 不往后看了 因为你是假的 不需要往后看了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时候 A应该是0了吧 能不能懂我意思 所以有两个表达式的时候 一前一后的时候 就看第一个 如果第一个是真 那么看 如果第一个是真的话 是不是把第二个的结果返回 如果第一个是假的话 是不是把第一个的结果 直接返回了 是不是这样一个逻辑 能不能懂我意思吧 是这么个逻辑 这么个逻辑 然后 然后咱们关注一下 他们整体的 就关注一下这个表达式 运算完的结果的布尔值的话 如果咱们关注一下 这个表达式运算结果的布尔值的话 那如果有一个是假的值 比如现在啊 第一个是不是假 第一个是不是装上布尔值为Falz Falz是不是假的意思 对吧 第一个为假 是不是就返回假了 也说 第一个是假的话 是不是返回的结果 是不是0 0在装上布尔值的话 是不是就是假 对吧 如果第一个是真 第二个是假呢 它是不是会返回第二个 就是不会 不会看第二个是不是假 对吧 他们是不是会返回第二个 返回第二个 这个0转换成布尔值的话 是不是还是假 所以说 老师那句生口流是这么来的 是关注他的结果 老师那句生口流是 全真才为真 有一个假 还不是假 对吧 是这么说的 老师这么说的吧 全真才为真 有一个假就假吧 是这个抽象完了之后的一个结果 其实是片面的吧 对吧 如果你关注他的值的话 是不是人家返回的是真实的值 只不过他把那个值 再转换成布尔值的话 才出来那句话 叫全真才为真 全假才为假吧 你看怎么样 全真才为真 咱只关注他返回值的 转换成布尔值的情况 对吧 如果前面一个一个 后面一个一的话 是不是这俩都是真 这俩都是真的话 你就不管返回哪个 转换成布尔值 是不是都是真 对吧 前面一个真 后面一个真 就是返回结果之后 转换 返回结果再转换 是不是还是真 对吧 但凡有一个假的话 是不是前头有假 不看后面的 直接返回前面的 转换成布尔值是假 对吧 如果前面是真 后面是假 返回来后面的 后面的转换成布尔值 是不还是假 所以有一个假是假吧 对吧 老师听话这么来的 咱们不进的话 进的话没意思 咱记他的规则 咱记他的规则 这是这种表达式 然后咱再看 这个汉语太多了 我就不写了 咱不看这个 汉语太多了 如果是三个表达式 甚至多个表达式呢 他就会按照这个规则 依次往后看 什么样的规则 他会先看第一个表达式 是否为真 如果为真的话 他会看第二个表达式 如果第二个表达式 也为真的话 他会看第三个表达式 也就是他 他往后走的一个原则是 当是真的的时候 就往后走 当是真的时候 就往后走 一旦是假 他就返回 返回假的位置 懂我意思吧 当是真 第一个是真 那看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真 那看第三个 第三个如果是最后一个 那就直接把第三个结果返回 能懂我意思吧 那如果当第一个是假呢 那后面的哥几个 不好意思了 我就直接返回 第一个假的位置 能懂我意思吧 就直接把人返回了 这结果是不是叫零 那如果第一个不是假 第二个是假呢 第二个是false呢 是不是到第二个 这块光当中断了 到假他就停 到假就叫停 喊停 不干了 不玩了 把这个东西返回 是不是返回的是false 所以连成串的 也是符合那个道理 有一个假都是假 全真才为真 连成串也一样 就这个规定 能懂我意思吧 这是这样的 这是语运算符 语运算符 这个语运算符 这块能不能理解 当然语运算符 不还可以复杂点呢 什么叫运算符呢 运算符就是两侧 它还可以兼容其他运算符 比如说现在一加一 咱说了两侧是表达式的形容 对吧 你单独写一个一 它就算表达式了 它就算一个式子了吧 虽然它没啥意义 对吧 它是式子 你写个一加一 它也是式子 一加一 与上一减零呢 最后A的多少 A是不是得零 那一加一和一减零 一减一是不是得算一下 对吧 保存刷新 零吧 对吧 这得算一下 所以这块大家注意一下 这块得算 这块得算 没问题吧 这块 对吧 没问题吧 能那俩估计 没问题吧 给你一个呢 给照顾照顾对吧 我给七七讲课是最懂 七七吧 有个学历识识 其实那都不重要 然后有一个呢 是理科生 理科生 它是俄语生 什么叫 这个俄语生 它比较严重 它什么叫俄语生呢 它是中考高考 全考的是俄语 它背起来ABCDEFG 都算一种成就感了 能有意思吧 所以他看这个 我每次上课都问问 怎么样俄语生 懂不懂 怎么样俄语生 这个会不会读 用不过给你读一下 我先教他音标 先教音标 当然非常刻火 现在基本上都会读了 就是你这个东西吧 咱不要求有什么英语基础 但至少你字母能看懂 对吧 你字母都看不懂 多煎熬 都难受 抓心脑干的 对吧 这是这种用法 然后往高级的说 听说 往高级的说 高级的说呢 这个东西来听说 这个东西叫语云算符 对吧 语云算符它有个中段的作用 如果前面是零的话 它是不是就不看后面的东西了 这是不是叫一种中段 对吧 语云算符的两侧 只要写成表达式就可以 这个表达式呢 可以是什么数字运算计算 什么都行 也可以是一种函数的写法 或者说一种打印出东西的写法 都行 所以这块我写个 Document.write 听不懂吗 这块写个Document.write 后面是不是语句 后面是不是语句 读到这时候 是不是肯定会执行 现在我用这种 现在我用这个语云算符 我不再接收它的返回值了 因为它的返回值 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Document.write 我不需要知道它返回啥 我也不想拿它返回值 现在我拿它干什么呢 我只当做一种短路语句来用 什么短路语句 就当做一种如果那末 换句话说 我只关注它能不能读到第二句 如果它能读到第二句 就执行 读不到就不执行 那这样的话就方便 我做一个判断了吧 那这么来写 如果 这个二大于一的话 那么就打印 诚哥很帅 对吧 咱现在看 二大于一吗 大于一吧 是不是就会走后面的东西 这是不是变成我不关注返回值 但我关注执行顺序吧 当然了 这个结果很显然 对吧 计算机是不会出错的 不会撒谎的 对吧 所以你看 计算机是成为这个事的 对吧 这这么写啊 我不关注 听说我这么写 我不关注它的返回值 那这个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种短路语句 咱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做短路语句 什么叫短路了 你这个东西返回false 如果前面是假的话 是不是后面不执行 如果前面是真的话 是不是才执行 是不是变成了 如果前面是真 才能执行后面的东西 像短路里一样 虽然说它和那个衣服 是不是咱没学 那个还没学 那个衣服 是不是怕多 懂的同学 对吧 但是这块 咱就管它叫短路语句 它和衣服 基本它是一个衣服的简写形式 那它有啥作用呢 衣服那个东西 表达形式上太过复杂 一般情况下 咱们在公司里面 做一种需求的时候 我先简单说一下 能听多少 听多少 先简单点一下 咱们做一种需求的时候 就是这样 后端会给咱们前端传数据 咱们前端拿这个数据之后 把这个数据扔到页面里面去 这是咱的工作 咱拿到后端给咱们传的数据 然后把它扔到页面里面去 我也没法控制 有时候资源方给我的数据 就是错的 甚至说就是空的 所以我处理完 按流程处理完了之后 给你的有可能就是空的 或者错误数据 所以咱们前端 在拿到数据的时候 必须第一步先得判断一下 这个数据是有还是没有 没有的话 我不能处理这个东西 否则会犯错的 能懂的意思吧 所以这时候咱就有一个东西 假如说咱们想执行一个语句 比如说执行 这块写 执行一个语句 然后这样 我写一个data 这个data 就是存后端 给咱们传这个数据的 能懂的意思吧 data等于XXX 等于大堆东西 执行一个语句 然后会用到data 这是执行一个语句 会用到data 虽然说它可以用其他形式表示 但我用这个汉语形式表示 希望能明白 我要执行一个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又不能直接执行 所以我怎么办呢 我得先判断这个data 有没有意义 能懂的意思吧 所以现在我先把data 放到前面 然后语上这个东西 当data里面的值 如果data是空的话 是不是这个变量 就是没有值的 没有值是不是安递范的 安递范的 主要是布尔值 是不是false 是false的话 它就不会执行到下面去吧 是不是执行这个语句的时候 就会得到一个保障 叫判断 只要你前面的值 是有意义的 才能执行我 你要没意义的 不行 是不是这意思 懂我意思吧 这块 这叫一个短路语句的基本用 所以这个应用 才真正给它起了一个短路语句的名字 叫短路 那么这么写的话 更加直管 能懂意思吧 判断 其实在公司里面就是这么写的 data 一般在传阿甲克斯的数都这么写 这是一个function 方式里面传这个数据 传参 这个参数有可能 如果没意义的话 整个程序谈话了 所以必须判断一下 这个参数到底你传不传过来 传过来我才执行 短路语句 没事 后面咱会天天就看到这个东西 后面慢慢编成慢慢数 我先给你点一下 然后呢 第二个东西 罗金算符叫货 叫货 咱们的语货飞 可能说其他语言里面有单独的语 单独的货 单独的飞 对吧 这个飞可能 语货是不是还有单独的 见过吧 咱们这里只有成双了 只有成双了 你说有没有单独的呢 有单独的 但对咱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单独的干啥的 我跟你说 咱瞅一眼吧 看一眼吧 单独的能不能写 一语上二 得啥呢 得零 一语上二 得零 为啥呢 一语上一呢 得一 一语上三呢 一语上三呢 还得一 为啥呢 有一种运算叫语运算 这运算非常高大上 一呢 在二定制里面 是一的意思 三呢 在二定制里面是 一一的意思 上下一语 这头补位补成零 上下一语是相同为一 不同为零 对吧 所以语完之后就变成 变成 变成零 一对吧 二定制的语吗 它实现的是这个预算 对吧 然而真实在应用开发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卵用 对吧 并没有什么卵用啊 根本就没用 我发现一个网络用语 特别好玩啊 这个词呢 我觉得我还可以看了眼睛 有卵用 和没卵用 表达是一个意思 这是有卵用 这是没卵用 你想想 表达是一个意思 知道吧 这很神奇 对吧 能听懂吗 这样 能听懂吗 表达是一个意思 很神奇 来 来看看 行了 这个是语算符 是内语算符 这个盟管 你要能理解能理解 不理解 拉倒 无所谓 咱看这个互运算符 这个一或三 一或三 我口头表述一下 咱不写那文字了 你能听懂 和那个语算符 大致上差不多 但是有点东西是相反的 它相反的是 它先看第一个 是不是真 如果说第一个是真的话 不好意思 不看了 如果是 刚才那如果是假 是不是停 它是如果是真 这就停 如果是真的话 它就把一返回了 能懂我意思吧 它是碰着真就返回 碰着真就返回 它就一直在找那个真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现在它应该是啥 一吧 是不是打印一 那这块我放个四呢 是不是打印四 它根本就不看第二句 对吧 然后这块如果说放个零呢 碰着假 它就往后看 它寻找一个真吧 是不是寻找一个真返回 对吧 但是第一个为假的话 它如果有两个式子的话 第二个 它不管是啥 它就得返回第二个 对吧 所以第二个用不着看了 对吧 直接返回就行了 是不是返回三 对吧 那如果第一个是零 第二个是false呢 返回false吧 就一共就两位 不管咋地 它就得返回一个 对吧 那它只能返回最后一个了 对吧 是不是false 对吧 所以这块啊 也符合一个原则 如果多个式子的话 是不是这会反为一 就是多个式子的话 如果你关注这个式子 运算完的一个结果的话 这个结果的布尔值类型 货运算符碰着针就停 那么有意思吧 然后你一次往后看就完事了 一个碰假也停 一个碰针也停 你记住这个就行了 对吧 这个是最简单的 记住这个就行了 这个碰着 这个什么 碰着针就停 对吧 碰着针就停 OK 这或者E OK 没问题吧 这个没问题吧 那这个运算符啊 在公司里面应用呢 咱还真把它用作货的意思 就是它有很多人应用啊 包括在EF里面 肯定是应用最多的了 在EF条件里面 充当条件啊 那个咱后续再说 但是咱现在可以提的一个东西呢 比如说现在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是后期咱们会学一些东西 比如说写个事件 你就不管这写的是什么东西了 都不管啊 这里面会有个E 然后现在呢 我要把这个E的值取出来 这个E的值代表一个事件对象 然后在IE浏览器里面啊 我先说一下 在非IE浏览器里面 非IE浏览器里面 这个E 直接把这个E的值取出来就行 咱们想拿这个E的值 在非IE浏览器里面 直接把这个E写到这就可以了 在IE浏览器里面不好使 IE浏览器里面这个E里面没东西 但是代表和E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数据那个东西存在哪呢 存在了window.event里面 所以window.event代表这个是 IE里面的那个值 这个E代表非IE里面这个值 也就是这个E和window.event里面 存的东西是一样的 那种意思吧 那我想在任何一个浏览器里面 都能拿出这个值怎么办呢 也就是E和window.event是一样的 但是在不同浏览器里面 它展示的情况不一样 在IE浏览器里面 window.event里面有值 这个E里面是安定范的 在非IE里面 window.event里面是安定范的 这里面呢 是有值的 当然有的值它都相同了 能对是吧 现在我要写一个兼容 让所有的东西 让这个代码在所有浏览器里面都好使 咋写呢 Ware.event 等于E或者 window.event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E里面有值 它就不往后看了 有值肯定是真的 有值返回了 没值 那就往后看 看你后门 所以是不是一下就把这个兼容性 写完了 所以这种方法写兼容 能对是吧 这种方法写兼容 这个都是在企业真正开发的时候 用的都很灵活 但是灵活归灵活 灵活也有定时 就是大家都怎么样灵活的 都这么灵活的 都这么玩的 这话能听懂多少 听懂多少 语获的这个基本意思 你懂 这个后面用法呢 咱后续会很常念 很常念 会经常用 用到时候再说 非 来它了 这个非呢 就是否的意思 非就是否的意思 就是现在 波尔一个A等于非的123 非的123 非的意思就是 非非常简单 非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东西 转换成波尔值 再取反 先把这个东西转换成波尔值 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数据类型 都把它转成波尔值 然后再取反 转换成波尔值 就123转换成波尔值 你别管它怎么转的 它就能转 它转换成波尔值 是转换成啥了 123 它说不是这六个值之一 只有这六个值是false吧 大家说了 是不是它是处 对吧 处的话再取非呢 取否呢 是不是false 也就是它会让这个值 变波尔值取反 对吧 变波尔值取反 是不是它是false 最后你让这个a再看刷新出false 对吧 那非空串 是处吧 是非空串是处 因为空串的 这空串是false 是把你变成波尔值 再取反 非这意思 先给你变了 然后再给你取出反 对吧 然后来点难的 非非 非是啥意思 非是把你变波尔值取反 再来一个非 就是再把你变波尔值 这不用变了吧 就再取反呗 取反再取反变波尔值 那不就是变成波尔值吧 对吧 也说这个非非 是不是就把一个东西 变成波尔值 那就把它变成波尔值 取反再反过来呗 不就是false吗 对吧 咱验证一下 那些东西是不是都是false 看看0是不是false 对吧 然后nan是不是false 是false吧 然后还啥呀 nan是不是false 也是false吧 安迪范的 是不是false 是不是也是false 那false就跟我说了 肯定是false对吧 false 行吧 这是一系列的东西 这是非取反的意思 取反 那现在握一个a等于true a等于非a 这是啥意思 最后a应该是啥 最后a应该是啥 啊 应该是啥 a的false吧 是不是a是false 也说这是自称取反吧 这么写出非常专业性的 对吧 自称取反 自称取反 负给自称 当然是 你说成哥 这个东西 有没有这个非等于 有没有那种非等于 自称取反 自称取什么 再负给自称 那就不是了 这个非等于 是那种表达 他俩到底等不等的 对吧 不是你想那种 先给他变个非再等于 那没有 对吧 那没有 ok啊 这是这几个运算值 说没问题啊 都没问题吧 好了哎呀 终于到这了啊 尝他一口气啊 来吧 这篇完事来一下课啊 坚持坚持 第一个是义父 第一个是义父 义父是个语句 听我说义父是个语句 义父这个语句呢 它非常强大 这个语句干嘛 我先给大家试一下 先看看啊 先先先先 这个义父里可以写条件 当这个条件成立 才会执行 义父这个大括号里面的语句 义父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关键字 加上一堆括号 小括号大括号 组成一个形式 还有个特殊语法 就这里面填的是条件 当这个条件成立 他会执行里面的执行语句 当条件不成立 那他就不执行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当这个条件成立 比如说 一大于零吗 一大于零的话 那咱就打印 对吧 一大于零的话 赞票老邓对吧 老邓 很客人对吧 一大于零吗 一必然大于零 对吧 老邓 必然很客人 打印出来 对吧 打印出来 对吧 这样完事了 一大于零吗 就完事 但是如果一大于二呢 一不大于二 是不是条件不成立 条件不成立的话 你看 这不行 怎么说这个条件成立 可不成立 是不是看 你看这个条件里面 是不是都是运算 也不管是加减运算 还是比较运算 是不是运算完 都得有结果 他是把那个结果 转换成布尔直 看看是出 是Boss吧 只要那个条件 只要那个条件的值 转换成布尔直 是False 别想执行 不行 对吧 只要那个条件的值 是处的话 咋的都行 对吧 就能执行了 对吧 换句话 我光写三是不是也行 我没办法可以写 谁大于谁吧 光写三是不是比较是 这个比较是转换成布尔直 是不是处 是处的话 是不是肯定执行 对吧 所以这块数不拘一格 是无所谓 对吧 咱还可以写的 再高深一点 一大于零吗 并且 八大于九吗 这啥意思 前面的东西运算完 咱得先看这个云算符吧 是不是先看云算符 看云算符 返回的东西是啥呗 然后再转成布尔直 对吧 这回他算完是不是错 他算完是False吧 是不是把False返回 再一判断 是不行 所以这个时候听说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先看这再看这 如果真是放到衣服里面 咱只关注他结果的 触和False的话 咱就记得一句话 全真才为真 就是这俩条件 必须全都行才行 所以这个时候 咱不管的念语了 咱管的叫并且 是不是并且更贴切 前面的条件成立 并且后面成立才行 对吧 是不是并且在这里面 更成立 就是更语义化一点 对吧 叫并且对吧 其实它叫语运算符 对吧 但是咱们一想 你看这并且 这个汉语这个形式 你一说 前面那个东西 并且后面那个东西 是不是感觉前两个 都得成立才行 对吧 然后咱管这个 获运算符叫获者吧 获者叫 你有一个形式就行 对吧 有一个形式就行 一大于零 成立了 那就可以 咱就可以执行吧 对吧 是不是可以执行 但是你要是并且的关系呢 那你就得 这哥打都得行吧 那哥打这有一个数不行呢 发不大于久 对吧 就变False了就不行 这是一个 运算符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这个衣服没问题 好没问题吧 衣服 当成立就执行的没东西 咱拿衣服写个小例子 这小例子啥呢 咱这样啊 就带一个小的好玩的东西 一个语句 这个语句呢 咱先这么记着 比较简单 也没什么特殊语法 叫window.你就记住就行了 叫window.prompt window.prompt干嘛的呢 里面写个input 单一号或者双号都行 这个是接收你输入的东西的 然后还得加一个语句 还得加个percent 到时候你就先抄下来 具体这个percent window.prompt 什么东西 咱们后续慢慢来讲 到时候接触了 就更加清楚了 这一会儿你就先抄上就行了 抄完之后能干嘛呢 这个 看保存这个score 刷新 你现在刷新 它会弹出一个输入框 上面这个input 就是提示信息 比如这块你可以随便换 你写啥都行 我就写个input了 输入100 那这样这个score里面 存的是100了 就是让用户输入的东西 存到这个score里面去 保存刷新 100 这咱是100 OK吧 这是不是能接受咱输入了 现在咱写个程序 写个离咱生活比较近的一个程序 就是咱可能说在以后面试比试数会达到一定 会达到一定分数 分数都是有区间的 比如说呢 你能达到90分到100分之间 你能去一家公司 非常了不起 这家公司呢 这家公司呢叫阿里巴巴 对吧 阿里巴巴非常了不起的公司 然后呢 你达到80分到90分之间 在一会儿要写个程序 那80分到90分之间 在这个数字之间呢 你能去这个公司 比如说腾讯呢 比如说头条啊 今天头条啊 比如说美团呢 差不多 先这么着 70到80能去哪儿啊 百度对吧 百度现在市值啊 还公司规模啊 以及成长这个速度啊 都付出钱了对吧 付出钱了 这频繁的出事情 频繁的出事情啊 百度 然后还能有点啥呢 比如说大众点 不行 大众点评不行 大众点评和美团一家了对吧 饿了妈可以饿了妈 吃饿了妈也不行 饿了妈也不行 饿了妈为啥也不行 饿了妈现在是阿里的了 但是饿了妈现在好像单独招聘啊 咱这么写着吧 饿了妈啊 包括这个邪程 包括邪程 去哪儿都快黄了都 啊 去哪儿快黄了啊 58赶集对吧 58赶集 58赶集 然后呢 60 70到60 哎 70到 啊 60到70之间 60到70之间 60到70呢 可能说去那些小公司啊 包括也不是特别小哈 就是有名气 但是规模不是很大那些 比如说现在有这个杭州一个叫 呃 叫什么来着 那我想想啊 原来和美丽说 摩古街对吧 啊 摩古街 美丽说现在完了哈 摩古街 然后呢 还能去哪呢 刚才少写一个 这块滴滴啊 滴滴很厉害 摩古街啊 然后 反正等等等等啊 很多 包括那些很多 你们知道那些互联网公司啊 好多好多 但不多写了 不多写了 互联网公司成百上千个哈 成百上千个 成百上千说少了哈 成千上万个 成万上十万个哈 就每年你看招聘 你看招聘公司一过来 好几百公司 呱一起过来了 你翻筹的不是公司少 你翻筹的是 对 你翻筹是去哪家 你翻筹是有 万一有两家打仗了 同一个时间面试 你到底选哪家呢 而且这种万一 还是高频出现的问题 而且还是公司 故意营造的问题 就是一开始 我们那几年招聘的时候 自己公司特别缺德 携成和去哪儿网 他俩每年都盯着 对吧 去哪儿网一开招聘期 携成就和他 一模一样的时间招聘 就看你人才价值观 取向的问题 啊 你看看就看人才 你到底选我们家 那两家 你看我俩家 比这面的时间都一样了 你就能选得了一家 你那时候 美丽说 蒙古街天天飙着蛋 但是一般大公司 都比较和平 你像阿里伯巴 百度腾讯 他们都很有自知之明 对吧 一般老大哥先来 老大哥先来 先来筛选人才 阿里先来 反过来不行 你说百度先来 腾讯先来 有可能是有人才 先拿百度offer 拿完之后 再拿腾讯offer 拿完之后再拿阿里offer 最后一看 那肯定去阿里啊 百度腾讯offer浪费了 对吧 就这帮公司一看 与其浪费 还不老大哥 来你先请 对吧 你挑完我们再挑 你先请 所以每年阿里伯巴 非常理直气动 他定考期 他定面试期 他定完之后 那帮公司一首 他定完了 来咱们定吧 对吧 一般你这样了 让他先选 但阿里伯巴 选不了多少个人 然后最后呢 比如60分以下 60分以下 那你肯定不是我交的 对吧 肯定不是我交的 就把几个碳号 表示一下金碳 对吧 行了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咱写出来 咱写出来 怎么表示呢 这个score就代表一个分数 表示它 咋表示 if if 无非就是把输出 输出 ifscore 怎么着 我要在90到100区间 怎么表示的 我要让这个条件 在90到100区间 用这个 把它 对 把这个听说 咱怎么来编成 就把咱们想的90100之间 变成一种条件 放到ifu里面 是满足这个条件 才能执行这个东西 这一步是不是 理所应当的 合适这个东西 对吧 怎么办 大于90对吧 90到100之间 咋写 成哥咱这么写 成哥咱这么写 90小于score 再小100 这个想法是对的 但是程序可不是 程序不能按人 能不能想东西 程序想 你要这么写的话 这个语句能不能通顺 这语句不会犯错 但这个语句咋整 他会先算他俩 他算他俩的结果 如果说来个处的话 他会拿处和100去比 懂我意思吧 他会这么去算 就没有丧失了 这个区间的功能了吧 所以这个是两个条件 你得先看score 是不是大于90啊 对吧 score是不是大于90啊 并且在这个情况下 score还得小100吧 是不是这才是一个 区间的表现形式 你大于90和小100 同时成立才行吧 就这时候才表现区间 对吧 就这时候成立了 你才能打印 哎 啊 阿里巴巴 对吧 打印这个字母串 阿里巴巴 OK 然后再来 score 大于80 并且 score 小于 等于 就是吧 这块是不是少个等 小于等于 对吧 小于等于 一定是先小等 先写小于 再写等于 就跟读的一样 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 不能说先等于 不能先写等于 然后这块打印 比如说 Tencent 腾讯 一负 score 大于70 and 小于 其实这个符号 二在英文里面是个暗的符 暗的吧 对吧 暗的 暗的呢 小于80 document 点 write 怎么着啊 百度 对吧 百度 挺可怜的哈 一开始咱叫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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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就是百度 B就是百度 A就是那个 阿里巴巴 T就是腾讯 这个词呢 是05年的时候开始流行的 那05年06年到07年08年的时候 那百度地方一霸呀知道吗 地头蛇 那在中国他敢叫老二 那真没人敢叫老大 那真是厉害 那钱挣的真是多 那时候做收入已经特别挣钱了 特别挣钱 那个时候百度火锅几年 但这两年呢 这明显就赶不上了 明显赶不上 现在百度的市值还没有京东搞 对吧 没有京东搞 京东市值多少 400多亿美金 500多亿美金 阿里巴巴刚上市的时候 上市完之后 是2400亿美金 对吧 然后紧接着 遭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 一个一个 对遭遇这段时间 一个低谷 跌了一点 跌了多少呢 跌掉一个京东 对吧 这跌掉一个京东 跌到了2000亿 对吧 直接把一个京东的份额 给跌出去了 对吧 就这么个跌法 那时候开玩笑吗 阿里巴巴一跌 把一个京东给跌没了 对吧 一涨涨出来一个京东 这阿里那时候确实 你们懂得 我之前跟你们说股票的问题吧 很有可能没听着 跟你们说谈股票的事 公司这个股 就真正到后期 咱们靠的不是工资 真正在后期在公司里面 你看留到30岁 还不走的 绝对不是工资 到30岁 我跟你讲 这不是说浮夸的时候 真不浮夸 到30岁 你才拿50万的工资 那你水平真是不打地 你水平真是不打地 30岁拿50万 真是不打地 真是真是不打地 50万不少了 如果到30岁 还在互浪公司 待着一些啥人呢 你都会看一些人吧 这些人 他首先是搞管理 肯定是搞管理 他不敲台码 敲台码 你们也敲短三年左右 不过是你继续想在这个方向发展的话 你可以走技术总监的条路 也可以走管理条路 这路是很多的 一般在公司待到30岁的时候 他是吃股票的 这个股票太多了 多到一定程 就多到 难以置信 这外行人不懂互联网里面的 最关键一点 他不懂里面的股票 多恐怖 恐怖到什么程度呢 阿里之前有一阵股票 有一个股票膨胀期 瞎发 就没上市之前瞎发 直到2014年9月16号上市的时候 导致了一个爆破性的现象 那时候上市的时候 市值是2400亿美金 对吧 2400亿刀 这个刀呢 刀完之后吧 这个马云占股7.6% 虽然不打多 挺可怜的 对吧 但是是核算出来 是216亿美金 对吧 瞬间成为这个中国首富了 对吧 成为首富之后呢 还没完 然后这个阿里巴巴 所有的员工有股份呢 不光是他有股份 所有员工有啊 董事会主席有 董事会员工也有 所有的员工加到一起 才400亿美金 才400亿刀 觉得这挺可怜的对吧 然后400亿呢 成为人民币 是不是等于2400亿 人民币对吧 当然了 那时候人民币 还不止6的汇率呢 6点多的汇率 2400亿人民币 加个亿哈 然后加完亿之后 咋算呢 阿里巴巴那个时候 刚上市的时候 有24000名员工 2400亿 亿代表八个零 对吧 八个零 我先把这三个零 给干掉 把24也干掉 然后剩五个零 对吧 五个零还得加上 刚才2400的 是不是两个零 是每个人 平均下来多少 1000万吧 咋算的 2400亿除以2400 不得1000万吗 不得1000万吧 不得1000万 平均每个人1000万 当然不是这么分的 平均每个人1000万就好了 对吧 就好了 有些人呢 股票膨胀期赶上了 经常五万股六万股那么发 五万股六万股是多吗 每股价值你知道多少钱吗 每股100块美金 每股100块美金 那时候股票膨胀的时候 给P6P7 五万股 五十万股 十万股那么发 就这么发 我每年增发十万股 每年增发十万股 所以 上市完之后 这个股票严重 严重不均衡 严重不对称 有的员工拿到了几十万 这是正常值啊 我就属于拿到几十万那种 老一点员工 他一年工资得将近五六十万 七八十万 不够他交股票增据税的 我现在每年都倒多少钱 人家倒多少钱呢 上市之后三年你不能解禁 也是三年之内股票不能卖 你只能拿分红 其实分红也很多了 我们之前精算过 一个亿的股票 如果股份是有一个资产权的 股份是有资产权 电线权和一个分红盈利权的 你分红权是很大的 如果说二零八 一个公司每年盈利是200亿美金的话 那你有1%的股份的话 你就分吧 200亿乘以1%的股份 如果0.1的股份的话 200亿乘以0.1% 0.01的话你再乘吧 这么乘就完事了 对吧 你是有分红了 所以一个亿的股份的话 一年拿分红拿1000万左右 所以那时候工资就不算啥了 你说这种情况 这事离我太遥远了 好几亿好几亿的 你要是真在和我一样 在公司里面待过 你就觉得真是和你不遥远了 那时候我们公司 成小组似的 一个小组23个人 一个小组23个人 23个人里面总有一两个人 是身家国异的 总有一两个身家国异的 就这么来的 当然了 是这帮人投身在阿里巴巴下面了 中国也没几个阿里巴巴 对吧 没几个阿里巴巴 原来在百度 在阿里这帮人都忽悠过 都忽悠过 原来这个李嘉诚的一个儿子 持有这个腾讯20%的股份 结果呢 没特地有眼光 对吧 结果在上市前给抛了 上市前抛售了 对吧 低价抛售了 如果他没抛售的话 他就是亚洲首富了 如果没抛售的话 亚洲首富了 腾讯没有一个人 能占到20%股份 如果他 如果拿20%股份的话 上市的话 你想啊 腾讯现在是 2000亿美金的市值 20%股份是400亿美金啊 亚洲还没有这么有钱的人呢 对吧 我怎么把程序杀了 不能激动啊 激动 所以说吧 到你们就业的时候 给你们上一个就业指导 就知道投减率的时候 包括这个公司 怎么来评论 怎么来评审 怎么来评估 这个公司的规模 和你的就业前景 C轮以下公司不要去 因为那个东西很耗时的 没有用啊 C轮上的公司才能去 C轮上的公司 C轮以下的公司 他的失败率 死掉率到C轮的时候 是99% 是做过市场统计的 99%的公司 挺不到C轮就完事了 知道什么叫C轮吗 公司想上市的话 他也充一定资产规模 和一个企业规模 叫集团一式东西 才能上市啊 配置资产 配置资产第一轮呢 叫Prepare A Prepare A叫A轮的E倍轮 然后先融资天使轮 然后Prepare A Prepare A完之后 A轮融资 A轮融资之后 这个公司到一定资产规模之后 他充一定的资产规模 可以申请B轮融资 有投资机构给他投资 投资完之后 他资产规模又大了 数据规模又大 用户量规模又大了之后 他有一定的市场地位 然后有一定的认可度 然后他就会可以申请 C轮融资 有人还会给他投的 然后投完之后 有D轮融资 投到D轮融资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这个公司的规模 市场市值啊 包括它的企业的这种 多元化呀 已经达到了一个 可上市的一个级别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得冲这个 P3版创业版 甚至说港股 最高级的就是纳斯达克 美国纳斯达克 上交这个纽交所 这是最高级的上市了 纳斯达克基本上上市 就是上市就赚 上市就赚 所以一个创业人 基本上穷极一生的梦想 就是把一个公司拖上市 那是无比的荣耀 无比的荣耀 因为这个过程 无比的艰难 当然了 你说有没有一些 不上市的公司任性的 有啊 华为啊 华为啊 叫华为对吧 华为 华为现在是中国 那怎么说呢 属于民族性企业 对吧 中国人骄傲啊 非常厉害啊 出各种手机 各种打压别人 对吧 华为新生 华为马上发布一款手机 这个手机呢 革命性电池 听说了吗 石墨烯电池吧 这个电池 锂电池 已经15年没有进步了 咱们现在用的电池 和15年之前 电池是一样的 只不过体积容量 什么的变大了 体积变小了 和之前电池一模一样的 就没什么实际性进步 终于有一个进步 叫石墨烯电池 这石墨烯电池 其他公司也有研制过 但是研制出来之后 它不稳定 总还爆炸 当然三星那不是 三星那不是 三星那不爆炸 不知道怎么弄的 对吧 我看我网上一段子 特别都有黑那个三星 好像一个 狭盗飞车的一个游戏 一个人可以去上店里面 买那个武器 冲锋枪 大炮 坦克什么的 最后一个三星手机 三星手机当地雷时 当雷时 然后这个石墨烯手机 在这个华为 它拿到日本 经过一系列检测之后 在证明这个电池 是完全安全的 据说这个石墨烯电池 能强大什么程度 如果把这个电池 发挥到极限的话 它这个电池 从不满到充满 两秒钟 一秒两秒 完事了 插上 没电了 插上 有电了 插上有电了 就完事了 石墨烯电池 但华为这个企业 非常任性 它是属于一个 股份分散型企业 它不上市的原因 就是 首先有一个人 叫任正非 老大对吧 他股仲CEO对吧 任正非 小股长大选 任正非这个人 连公司的1%的股份 都没占 但他长得选人大选 他控制了 华为的一个方向 这个人挺老皮的 他就是不让华为上市 他说 首先 我不想让华为上市 现在第一点 华为不缺钱 我有的是钱 谁需要上市 我可以给他投资 对吧 我有的是钱 不缺钱 第二呢 我不想让公司的员工 变得很浮躁 一旦我华为上市 他说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他说 一旦我华为上市了 我们不是吹 连扫 连亲家阿姨 身价百万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是很多年之前说的 七八年之前说的 如果我上市的 任何一个员工 都能身家百万 我不想让他们 在这么浮躁的 环境下工作 所以我不上市 所以华为员工 拿股份 拿分红 拿股份 拿分红 拿的也挺了不起的 也挺吓人 华为今年报了一个数据 但不知道真假 我估计有炒作嫌疑 不可能那么恐怖 他说 一万名员工 华为有十五万个员工 有一万人 每年可以拿到 一百万的股票分红 有五千人 还是多少人 有五千人 每年可以拿到 五百万以上的股票分红 五千人 那这个数据 其实挺夸张 但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确实 华为的福利是很好的 但这个公司 我不太建议大家去 你看他福利好 在任何一家公司 你都能拿到这样的股份 只要你辛苦的话 但是在华为公司 你要拿到这样的股份 你会比他辛苦 两倍到三倍 华为刚一去先签卖身器 我一期同学 就有个去华为的 那这个任科 特别之前我同学 我就很多阿里同事 从华为跳过来 第一次先去 给他们都震惊了 对吧 华为特别向往企业 第一次先去 给你来一个 生死状似的一个东西 叫卖身器 他们都玩卖身器 上面其他都不重要 就几条 我自愿放弃 所有节假日 为公司奉献 我自愿怎么怎么着 其他都不重要 就几条 看完之后 你非常震惊 对吧 卖身器 卖身器 基本上华为忙的时候 没有周六 一般都是996 早久晚久 一天工作六天 一周工作六天 996 特别恐怖 特别吓人 这个公司 它不是互联网公司 它是制造业公司 通信公司制造业公司 所以它没有互联网公司的氛围 互联网公司你们发现特别 华为这个节目 我给你讲讲 懂这个东西 华为讲三条原则 它是特别传统式的管理原则 它讲三条原则 第一点 它说上层人 华为的上层人 不让你干活 你就用脑子指挥就行了 华为的中层人 砍掉屁股 你不准在板子上坐着 领着大家 动员大家 动员大家去 去理会工作 动员大家带头去 从那样 华为的底层人 砍掉脑子 我们不 他说我们不认可人才 我们不需要发掘人才 你只需要 我告诉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提任何建议 我们一律不采大 只有你辛苦工作 你到一定级别 我们才会提升你 然后你到这个级别之后 你能 到了这个级别 你能够 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你到这个级别了 我才认可 否则的话 你这个刚来 对吧 闭嘴 刚来就是闭嘴 不用说话 干活就行了 所以这个企业文化 我一听 顿时我就心生反感 因为我在互联网公司 在阿里邦 在百度 在腾讯什么的 就这些公司 我们之间互通 互相分享什么 就特别轻松 就特别 你一种你不像 你感觉的不像是上班 而且像外国这种互联网文化 其实席卷中国 你像谷歌什么 你千条狗上班 你千一堆狗上班 无所谓 你千一堆狗 真无所谓 可以 公司里面 塔塔米 包括那个什么 这个日式的沙发什么的 很多都都无所谓 有的工程师 特别特别逗 他喜欢那种绿色自然环境 那种对吧 刚才旁边种的全是花 感觉在越来越历越历越历了 对吧 特别过瘾 公司讲究一个 叫你最放松的心态 激发你的潜力 让你有最强的创造能力 还是激发你创造能力 是任何一个人 提想法 你提 只要对 我就听 老板都是这样的 那微信 红包是怎么出来的 微信是怎么出来的 包括微信的功能 朋友圈怎么说 不是老板提出来的 都是员工提出来 那时候微信 那时候这个 给这个微信员工人说 说谁能提出的 一个建设性意见 那这个建设性意见 分成的10%给你 哎呦 要跟他说 你看那个微信 红包好不好 我能把这个微信的 这个金融系统 直接通过一个小的应用 来搭建起来 能直接把这个微信 的后面 这个包括这个金融系统 一个体系 像蜘蛛宝那样 一个蚂蚁金服的 一个体系 给架构起来 那这红包就做成了 那这个人 真就成全他了 你现在被成全了 对吧 这种公司 是比较好开放性的 而且这种公司 比较恋人 比较恋人 华为也恋人 能把人恋人 尽力尽力尽 对吧 挺累的 真挺累 网上个段子 看着 如何三年 就实现身价过千万 对吧 讲那个是一个 报名的一个成员 的一个故事 对吧 三年从入职 到三年身价千万 身价一千五百万 对吧 公司上市了 公司上市了 那标题是 告诉你一个 励志的故事 一个小伙子 辛辛苦苦工作一年 第一年攒了十二万 第一年挣了十五万 就花三万攒十二万 第二年又非常辛苦 比第一年还辛苦 攒了十五万 第三年攒了二十万 特别特别辛苦 结果第三年 公司上市了 赚了一千五百万 对吧 一个励志的故事 就好比那个励志故事 在北京怎么买房 辛辛苦苦工作三年 攒了二十万 然后自己爸爸 给了六百四十万 对吧 凑了六百六十万整 买个房 对吧 这张励志的故事 只看完之后 不相信人生了 对吧 太过励志 以至于失去了 对人生的指导意义 对吧 来 行了 看这个 咱接着去 简单了解了解 六十 scorp小一等于 七十 摩古街 这摩古街的老板挺仗义的 有那么几家老板 真挺仗义的 摩古街老板 在这个14年的时候 发了一个全体同文 说这个 我摩古街 创造了一个高价值 这个说这个 你们 摩古街老板是90年生人 特别厉害 原来是阿里巴巴员工 很多 你看那个 成为 DDCO 阿里巴巴员工 都是跳槽出去的 这些企业特别塑造人才 然后 他90年生人 特别厉害 那时候跟那员工说 发了一个集体函 所有员工涨薪50% 他说了 别问为什么 因为你辛苦的劳作 可能你自己都忽视了 但是我们看在眼里 全体员工至少升值50% 加起50% 太震撼人行了 震撼人行 经常事 经常事 真是如果你们英语 这样说咱们没写一些外企 再跟大家叨不叨 如果说你英语真的 还不错的话 英语好 我问你 你英语好 从来考四六节 雅思托古 用不着 口语行就行 能说明白行 连笔和再说 能说明白也行 这都可以 知道吧 能基本工作就行 能基本工作就行 这都可以 能去外企 外企的工作环境 让你都想象不到 让你觉得 这是公司吗 这简直就是感觉 非常震撼你 对吧 Amazing 对吧 非常震撼你 你像这个谷歌 他能请米西林三星大厨 给他们当厨子 就为了去符合 谷歌员工的胃口 中间的 中间那种 这个中间的午餐 都全免费的 然后苹果 找了也找了很多厨师 最专心的是Facebook 扎克波一看 小杨 你们有方法 我也有方法 对吧 扎克波一看 他们都在鬼谷 可以看 鬼谷下面 不有个小吃街吗 大家非常喜欢小吃街 对吧 第二天 把那小吃街买下来了 来 中午随便吃 把小吃街买下来了 随便吃 拿Facebook公牌 随便吃 这样 查去吧 特别霸气的 特别霸气 挺好玩的 你看阿里巴巴每年有集体婚礼 有宠物集 都有 阿里巴巴每年有双十一晚会 知道吧 双十一晚会 包括云西大会什么的 马云今天唱歌了 听了吧 还唱得老折磨人了 我不知道怎么好意思唱的 来保存 保存刷新一下 看一下 现在看下这个东西 是不是已经写 已经写全了 对吧 全了 哪个段都有 对吧 现在我写99 回车 1868 对吧 然后刷新 重来一下 80分到哪 80分数百度 在这儿了吧 80分 然后70分 有没有区间去 去符合他的规则了 有吧 是不是这个 对吧 60分以下的 60分以下的 叫 叫oh my god 是吧 oh my god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对吧 you gotta 是这么写吧 be kidding me 你一定在逗我 对吧 你一定在逗我 就是说来个 零分 对吧 oh my god 对吧 你一定在逗我 对吧 对吧 但是啊 咱这么看 这程序不好 跟哪不好呢 你想一个问题 这程序是不是 从上到下 一次执行的 假如说我这个分数 我是90分 是不是直接落到这里了 90分落到这里吧 而且你看 观察咱们的条件 咱们的条件 有一个性质 叫互斥性 到我这里的条件 就不可能是那些 就不可能 满足那些条件了 说符合这个区间里 就不可能 符合其他区间了 咱们定义的条件 是不是互斥的 比如说 你看完这个了 是不是基本上咱就 咱自己脑子里能反应过来 你不用看其他的了 那东西是吧 那如果分数在这的话 先看他 他没有的话 是不是到这来 对吧 是不是他不符合要求 是不是到这来 才符合要求 对吧 那现在有一种情况 就是一旦是到上面这几个 比如说95的分数 是这块判断完了 他执行 那这块还会判断 符合要求 这块还会判断 这块是不是还会 也会判断 这都会走一遍 是不是挺浪费消率的 是不是挺浪费消率的 既然说咱这条件 都具有了互斥性 那有没有一种 更好的写法呢 到哪块成立了 就不用看后面的东西了 有 这种写法叫 else if写法 连起来写 在这个if后面 写一个else 然后再加这个if 叫else if else if的意思就是 假如 就是他的意思 我先把它写全 我先把它写全 他意思是这样的 比如说咱输入一个分数 这分数是什么呢 是这个70分 比如说75 他就先看 这个if 满不满足条件 他一看 不满足条件 不满足条件怎么样 他说好说 不满足条件 咱接着往下看 再看else else是不是除了这以外 是不满足这个 对吧 不满足那好 除了这以外再来呗 再判断 看他满不满足 他一看 这个也不满足 对吧 这也不满足 再往下看else 是不是还在走else 对吧 再走这 scorb大于70 小一半 是不是符合的要求 然后打印出 这里面是百度吧 然后 后面的就不看了 就不走了 这个else if 只有一个这点好 比如说你写一个95 是不是第一个 就满足条件了 满足条件之后 后面的就不看了 满足条件 才是截止 满足条件 是不是省效率了 对吧 没满足条件 我挨个瞅瞅 满足条件 咱就到这了 这是if else if的意思 if else if的意思 就是if这个东西 不行 那就else 除了它以外呗 那试试另一个条件 行不行 对吧 这个条件也不行 除了你俩以外 再试试一个条件 行不行 是不是else if就这么翻译 对吧 就这么翻译 但是听我说 这个else if不能胡乱用 不能胡乱用 因为它绝对符合一个原则 叫满足了第一个条件之后 它就不会执行第二个条件 如果你条件和条件之间 有交叉点的话 你就不能用else if 啥意思 90到100之间打印一个数 打印一个结果 85到95之间打印一个结果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不能用else if 因为它有交叉点 else if所满足的条件 必须条件和条件之间是互斥的 满足条件一 一定不能满足条件二 所以这个东西才适用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才适用 满足为什么 比如说它执行完第一个 它判断完第一个 它就不会判断第二个了 一个成立就不会判断第二个了 但如果你要判断90到100 85到95 是不是之间有五个分数的一个交叉点 有可能既满足条件一 可能不满足条件二 但你这时候用else if 是不是不行了 当它满足条件一的时候 这个条件二 条件三 条件四都不看了 对吧 所以这不行 所以else if用的时候 一定注意 一定满足条件互斥 条件互斥 这是else if 那有的时候咱看else if else到最后 有可能这个哥们疯了 对吧 考的分考101对吧 101是报错 错误信息吧 对吧 那除了这些分数以外 这分数是不是咱们要认为 是一种错误分数 这个时候除了这个情况 除了if的情况以外的任何东西 咱都可以再加一个else 如果把else加到这 就是除了以上这些情况的 以外的情况 对吧 除了它们以外的情况 如果只是if加else的话 那就是除了你这个条件以外 就是这个条件的补及 能懂意思吧 这个条件补及 如果这个条件补及呢 咱只能判断90到100的分数 这个条件补及呢 咱给它输入 叫arrow 就是输出arrow 你输出这个 你输入的是90到100以外的数 那咱们就报错 对吧 保存刷信 咱试试 101是不是arrow 对吧 90是不是也是arrow 然后95正常吧 对吧 这是除了上面 就是iOS接着谁 就是除了上面的条件以外 对吧 然后接一大堆if else if else呢 接一大堆else if 就是除了那些一大堆 else if的核以外的东西 对吧 那些东西以外的补及 对吧 咱们都补及 OK 那如果写的刚才那样呢 你看啊 这么来写呢 这块我写的iOS呢 那这个 它这个iOS代表的范围是啥 代表的范围是啥 需要小于0吗 不需要 小于0是不是在小于60里呢 只有大于100的吧 是不是除了那些条件以外的东西 对吧 大于100的对吧 就是你看啊 我输入的负1 是oh my god 对吧 101是这个对吧 对吧 101是error啊 OK 这是除了哈 这没问题这块 if完事了吧 好 你完事 来再来哈 if和这个东西的互相转化 和这个短路语句互相转化 是不是好转化 你if一大约二 所以输出一个什么东西 和这个一大约二写到短路语句里面 是不是这个东西 它好转化 和一大约二 这个东西是不是一样的 这一样的 对吧 这是if啊 然后再说一下 这个语和和 确实它比较常用于在条件判断里 就常用于在条件里面 知道吧 条件一成立 并且条件二成立 确实这块用的比较常见 然后接下来 咱们写一个东西 叫循环 现在啊 我有个小需求 我要打印这个a 打印一个a还不行 我要打印十个a 那是不是得写十遍呢 怎么还出来 这个 把下面的删掉 先打印十个a 是不是得出来十遍 对吧 这个叫JavaScript注释 注释的快捷键是Ctrl加问号 JavaScript的注释有两种形式 一个叫行注释 一个叫段落注释 段落知识 这个斜杠 星 中间写注释内容 两种注释形式 快捷键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不用讲 咱css几种注释 一种吧 只有星 只有这种段落注释 对吧 atmr是不是只有一种 是这个对吧 ok 对吧 这个如果打印多个A的话 就是如果我想 这个让这个东西 乘多次来打印的话 或者说乘多次重复来执行的话 是不是现在办 就是只能这么笨方法来解 是不是只能笨方法来解 没办法实现吧 对吧 那有没有一种聪明方法呢 这系统啊 为了方便咱们 重复性的做一些事 给咱们提供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呢 叫循环机制 就是它能让咱们 循环的写些东西 这个机制就是循环 你把那语句放到这之后 它自己会循环 它会告诉你 循环几圈什么的 都会能整 什么东西呢 叫for循环 它的形式 我现在写下形式 写下你们见过的 货而一个i等于0 i小于等于 i小于10 i++ 这叫for循环 前面呢 for是关键字 然后括号里面 贴了三个语句 用两个分号来隔开 三个语句吧 是不是两个分号来隔开 然后后面呢 写着一对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 写着叫循环体 我在里面写个 dopple.write a 这个它就会 转十圈循环 来打印这个a 也就是让这个功能 循环往复执行了十遍 懂我意思吗 让这个功能 循环往复执行了十遍 你说成哥这咋办到呢 咱先看看能不能办到啊 保存刷新 是不是能办到 是不是循环的十个 你看是十个吧 九个吗 这是五个 这是五个对吧 视力不济啊 你看这 十圈啊 肯定十圈 这十圈咋实现的 忘掉学校里叫你 那个for循环的一切东西 不标准 而且代表了很多错误性信息 咱就探究它的原理 这个for循环 你看啊 这for循环 咱开始讲了啊 无论是这个浓大的还是 浓大的叫动药吧 对吧 无论动药还是英语同学啊 没事啊 别紧张啊 这话肯定能听懂 他们有基础的 反而不好了呢 因为很多东西潜意识形成之后 你会按照潜意识做 对吧 潜意识是错的啊 这个for循环啊 不要关注它上面写的三行东西 这三行东西 无关紧要 有关紧要的是 这三行的执行顺序 这三行分别代表啥呢 这个for循环 这个for循环代表的一个执行顺序 我给你写 它是怎么执行的 首先第一条 就是第一个 它会执行的 first的 the first的 干嘛呢 先word一个i等于0 这word一个i等于0 是不是它的第一个语句 这它第一遍会执行的 是吧 就是这个for循环 这么写了 它第一个先会干嘛呢 第一个先会word一个i等于0 然后第二步它干嘛呢 第二步它会把中间那个东西 当做条件来塞到if里面去 就是中间这个东西是个条件判断 什么意思吧 把这个条件判断给拿到if里面来 然后if里面来 if的是谁呢 比如说判断的是 想执行的是谁呢 想执行的是它的这个执行体 啊 条件判断 判断成立才能执行这个 才能执行这个执行体 我把这个直接尻过来了 行吧 才能放这儿 就第二步先判断 i小于10吗 现在i是不是0 i小于10吗 i小于10吧 小于10就执行这个呗 然后紧接着a被打印出来了一遍 能懂得意思吧 然后接下来还干嘛呢 再看最后一块 第三步看最后一块 看最后一个语句 让它i++对吧 i++ i++变成几了 这个时候 哎我去 i变成1了吧 失败变成1了 i已经变成1了啊 然后第四步 才是循环的过程 就是第四步干嘛呢 第四步还无二的i 不看到了 没有用了 这个东西只看一遍 第四步 还是一步 i小于10吗 这回 i如果小于10的话 再来执行这个 i这回得及了 1吧 1小于10吗 1是不是依然小于10 1小于10 来 再来第五步 第五步 第五步是不是还i++ 然后再看小于10吗 然后小于10的话 再执行 然后最后i++ 然后第六步 i++ 行吧 不行了 先这么写 然后我描述一下 听我说 这个方向环到底怎么执行 先执行 听我说 先 比如说这块 我画上圈1圈2圈3 这是圈1 这是圈2的内容 这是圈3的内容 比如说咱 1 2 3 怎么来 怎么来 首先呢 先执行 一遍 1 然后判断 2 然后 判断2 然后执行 执行 这个 执行体 对吧 执行体 换句话 执行语句吧 写简单点 执行语句 然后执行3 接下来再判断2 接下来就是重复了 接下来是重复了 是不是一直这么来的 那你说啥数结束啊 当判断2 有一次判断2 不成立的时候 这个方向环立马停止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说咱这个执行顺序 是啥样 是不是先来 我i等于0啊 然后判断i小于0成不成立啊 成立了 是不是执行这个 不成立 是不是结束循环 成立完执行完它之后呢 是不是再来个i++ 你说i++ 在每一轮放循环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最后做的 或者说 这一块写的东西 不管是不是i++ 反正这一块的东西 是不是最后一轮做的 就在一圈放循环的时候 是最后一个做的 对吧 一圈放循环里面 第一个做的是判断2 成不成立 如果2成立的话 执行函数体 对吧 如果2不成立 是不是结束条件 对吧 如果2成立执行完那个之后 是不是再执行3 对吧 你说2成立了3 是不是一定会执行 对吧 这3发生在这里面的语句执行完 对吧 这里面执行语句执行完之后 对吧 这个东西 我现在给注释一下 这很好看 所以说 我觉得挺好 无论这里面写的是啥 它都会按照执行顺序去执行 能听懂我意思吧 所以 不要太在乎这里面写的是啥 你知道它是执行顺序就可以 能听懂我意思吧 诚哥说真不在乎吗 随便 我把i等于零写到外面 我第一个就啥都不写 难道这循环就不行了吗 现在以来先运行第一个 先执行1 1里面没东西 那就忽略它呗 能弄意思吧 1里面没东西就忽略了 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提出外面来 行不行 可以吧 我把这个i++ 我就放到这 我就放到执行题里面 我第三个这块我就不写东西 行不行 咱按照执行顺序来 看这放循环能不能执行 首先 是不是先按执行顺序来 先得执行它吧 然后再放循环吧 i现在等于零了 然后放循环 第一位里面没东西是不执行 然后判断i小一时吗 i是不是现在小一时啊 小一时是不是执行这个东西 执行完之后是不是i++ i++ 晚上之后是不是执行这一块 这块啥也没有 也不执行了 然后回过头来 是不是再判断 这时候i小一时吗 i是不是变成1了 对吧 i变成1 i小一时啊 然后再来这个呗 然后直到什么 直到i等于9的时候吧 i等于9的时候 i还小一时吗 i小一时啊 i小一时是不是还执行这个 还执行这个之后 最后是不是还得i++ 此时是不是i变成10了 当i变成10的时候 再判断 10小一时吗 不小于了是吧 结果这一遍是不是直接停止 就不执行这个意义了 那种意思吧 所以你看从0 i从0变到几 从0变到 其实是变到10 咱变到10那时候 那个意书说没执行 从0变到9 是走了几个意书 是不是已经就走了10个意书了 第11个意书是i到10 对吧 i到10它没成1 是不是最后0到9 其实i小于 i小于10的话 从0到10 其实执行了几遍 它能执行几遍 这个执行体 其实是 10遍吧 是不是其实是10遍 从0开始查到9 是不是10遍 对吧 10遍了 所以这个方训环这么写 是不是也行 谁也没规定说 非得怎么怎么写 对吧 方训环 一切都是灵活的 再来灵活点 首先咱也这么来 再来灵活点 怎么来灵活呢 我中间这个条件 瞎胡写 写成一个1 1负1的话 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失败 对吧 那现在我1负i i等于1 是不是它也永远不可能失败 对吧 就永远不可能吧 现在我要求 打印10次 就停止这个方训环 打印10次 就停止方训环 你能办到吗 按下去了 行 按下去了 打印10遍 就让它变成那什么 我可不可以这么写 有点意思 有点那意思 来啊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来来来 大家看我这 大家不用把那个逻辑 非得限制到 我为啥这么来写 为啥这么问大家问题 你不用把逻辑 限制到这里面去 你把逻辑想到这里面 按执行体就可以 可是这个方训环 没有那么固定的东西 方训环没有固定的东西 看这 我不要执行10圈吗 你能不能判断 怎么样才能到10次 我让每次 或者说 我让每次 或者说我来一个quant 来个最笨的方法 quant是技术器 quant从0加到10 是不是加到10次 quant每次都加加行吗 quant每次都加加行吗 当quant等于等于10的时候 怎么着 是不是10次了 不break 咱没学的对吧 咱不break 咱让这个方训环停止 不就完事了吗 下一次方训环 它怎么样能让方训环停止 方训环说 我的条件不成立了 我就停止 咱是不是可以控制它 到这个时候 I就得0了 你是不是条件就不成立了 if I 0 if 0 肯定不行对吧 是不是结束了 是不是这样也可以 是不是这也是识变呢 为啥非得I小一啥啥啥啥呢 说不 对吧 说不必要 对吧 所以说这块 一切都是灵活的 一切都是灵活的 没必要说 非得像学校老师那么写 int I int A什么 war一个A A小一什么 没必要 真没必要 一切都是灵活的 一切都是灵活的 所以这样写的话 是不是也能带来识变 是不是这里面就有咱 基本的一个咱思考的逻辑了 对吧 这是咱思考逻辑吧 保存刷新 我看啊 上面 我得把什么东西去了 我看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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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等于等于零 打印 我上面是不是 多写什么东西了 你会有语法错误吧 不能一遍不打印啊 跟I家家没关系 我看 我看你会出错啊 你会有语法错误啊 sine tag zero 我那块写中文的了 47 47在哪 啊 我的天 怪不得 忘记是 保存刷新 看看啊 对吧 他能答应出来吧 没问题 这肯定没问题 这多简单的一个东西 矿 矿是一个新变量 他就为了计数 当然咱不用矿的计数 是不是也行 就拿I计数呗 每次咱I加加 行不 咱们我不说了吗 cant是最笨最笨的方法吧 I加加对吧 那I I等到11的时候 是不是加了10次了 对吧 等到11的时候 让I等于零 强热性给它归零 这时候是不是也结束了 是不是还 他还能答应说10A 这是不是也能控制 对吧 然后放循环 咱还能衍生出很多东西来 衍生出啥呢 这个放循环呢 咱如果按正常形式来写的话 就是因为它循环就会每次 什么叫循环 循环的意思就是 每次都会执行里面的东西吧 对吧 但是通过每次都执行里面的东西 咱就会有 能抓住一些变化 什么变化 就是这样 通过I等于零 然后I小于十 I加加 会不会正常写吧 现在我给大家 每一圈循环 是不是I都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我要打印 0到9这9个数 这10个数呢 是不是这么写 是最好的了 我打印0到99个数 我怎么写 我打印谁 我是不是打印I就完事了 这多方便啊 用I I是控制循环圈数的 对吧 那循环控制循环圈数的同时 它也代表着数在变化 是代表数在变化 所以打印0到9 打印I就是最简单的事了 对吧 最简单的事了 就支持完事了 一旦能做到这个 那通过它衍生的东西就多了 既然都能打印出0到9了 说明你就能控制 就是控制0到9的数了吧 就是你每次都能访问 0到9的数了吧 是不是按数访问的 那现在我问你 我要求0到9的和 能不能求啊 每一步操作 你就变成不打印了 在一个框里面 第一个数扔框里 第二个数扔框里 第三个数扔框里 加去吧 对不对 不打印不就完事了吗 咱定一个框 咱就可视化 定一个框 框等于0 框一开始空 是吧 这框一开始 框第一次把一个I 扔到框里 怎么扔 等于行吗 等于可不行吧 等于是每次的覆盖 对吧 扔是不是加等于 每次往框里面 加等一个数 加一个数 每次加数都不一样 是不是求累合了 是不是累合 每次乘等于 是不是就是接乘 当然结成 你得从一开始 不能从零开始 对吧 这是不是能变化出 很多东西来 你看 每次 放循环看起来 它好像是 每次都重复 执行里面代码块 但是一重复 执行代码块 有的时候实现的功能 是很多的 对吧 那重复有变化 它就好事 对吧 重复有变化 就是好了 对吧 现在 咱这样 咱放循环 但是实际上小工程 咱利用放循环 咱别了 不就用啥 我不提醒你 现在咱们要求 把0到100之间的数 能被357 同时整除的数 打印出来 100以内能被357 别的了 100以内能被3和5 同时整除的数 咱打印出来 100以内同时被3和5 整除的数 打印出来 咱是不是有个条件 然后才能打印 叫这块鞋打印 对吧 条件是啥 能被3整除 整整整除 整除 并且能被5整除 对吧 能被 像这样啊 说得是好 有道理 有道理 是好 能被15整除 我看啊 咋整呢 不行 所以得考考你们 那你直接想不出来 对吧 好像都能这么 成出来 对吧 反正这么写吧 能被3整除 并且 能被 啊 不用了 不用了 能被3整除 或者能被5整除 或者能被7整除的数 哎 或者可以吧 或者来 或者 能被 5 或者 能 被7 整除的数 整除 咱把这个数 咱把我写这个汉字翻译过来 是货 俩条件货对吧 咋货呀 要操作谁 咱先想 0到100之间的数 得把这个I个数 这放进环干的啥 这放进环里面的体 放进环里面的执行体 是不是就是为了判断 当前这个数 是不是这个满足要求的数啊 而他循环了这么多圈 I从0变到99 是不是恰好还把这些数 I个都拿出来了 就这里面 针对的操作 这每个I是不是完事了 是判断 I 磨取鱼吧 余3是否等于0啊 是不是余0就算对了 对吧 然后再来 I磨5 是否等于0啊 再来一个 I磨7 是否为0啊 对一个是不是算了 对吧 对一个也算符合情况吧 符合情况 咱就把这个I打印出来 不符合情况 是不是不打印 对吧 当然了 咱为了看起来方便一些 我让他打印加个控制 看起来好看一些 是不是这些个数都行 你随便拿这个数 被357绝对能整除 对吧 你随便拿这个数 87能被三整除 对吧 一加 对吧 OK 这是都是可以的 是不是能算这个东西 利用放循环吧 对吧 利用放循环 行了 好一个简单的 好个简单的 什么简单呢 用放循环 打印0到99 或者说拿放循环 打印100个数就行 1到100 0到99 0到100都行 咱不限这个数啊 你就思考这功能 咱们把它打印出来 利用放循环 这个很简单 对吧 你直接不吃了 就完事了吗 对啊 是不是直接写 也不会打印出来 这个数了吗 打印i对吧 是不是打印i就完事了 是不是很简单 对吧 很简单 咱就不问了 对吧 很简单就不问了 打印i啊 这就完事了 好 加点要求 放循环这三个 三句里面 只能写一句 这是三句吧 这是分号隔开来三句 只能写一句 只能写一句 那好办 行 我把这个东西 我割后头 对吧 割后头对吧 把这个东西割上头 对吧 割上头 行哈 行 也行 是不是也能实验功能 行 再来 中间 不允许写 比较音算符 并且里面 不能写i++ i减减都不行 里面 这里面啊 函数题里面不能写 函数题里面就一句话 然后中间 现在我要求这么写吧 函数题里面 只能写一句话 然后你随便写吧 我们要求了 然后 这三句里面只能写一句 函数题里面只能写一句话 能办到吗 也能答应出来 看我给你来一种方法 你看巧不巧 拓展一下思路 拓展一下思路 i等100 在这里面呢 i-- 在这里问 我说在这里面 我说这块只不能写一句 在这里面 你看这么写行不行 为啥可以啊 那它咋停啊 是不是倒零就没有了 这块还反应很快啊 这块咱利用的 是不是就一个零的零解解 放到零 它是不是就一符零了 一符零是不错的 是不是停了对吧 咱关键这块讨论是咋停 对吧 这个东西是一个思维拓展吧 放循环这么用 是不是也可以 没人说不行 放循环 也能答应出来 只不过倒着打呗 对吧 只不过倒着打呗 OK没问题吧 没问题 行了 这是放循环 咱用来用去 也是这么多 咱往后会天天用这个东西 放循环肯定会天天用 再来讲 今天最后一个值点 叫while循环 while循环 其实我已经讲完了 你哪讲while循环呢 我讲了 放循环空空 中间写的东西 放循环前后不写东西 就是while循环 学校老师这么讲过东西吗 没有吧 我跟你讲 while循环底层机制 就是放循环 放循环前后不写东西 只写中间的东西 就是while循环 就是while循环 放循环中间写 比如说在外面 你前后不能写东西 只能在外面定义变量了 对吧 i等于零 然后i小于十 然后控制i的条件 是不是得写里头 你前后不能写东西 对吧 然后在里面打印这个i或者打印什么东西 是不是也是零到九 对吧 写到while循环里面 写到while循环里面这么写 while循环一个括号 这括号里面写的是条件 条件写i小于十 在里面 document.write i i++ 这和这个for循环 叫完全相等 这就是while循环 while循环就是for循环的简化版 能弄意思吧 这也是循环 简化版循环 没那么多死吧条件了 比如说你写while循环的话 你就必须 把什么控制条件 什么里面的都得定义 都得写里头写by的 对吧 都得这么来处理 你看这是while循环 一样 对吧 一样 所以while循环 这里面就是条件 当条件成立 它才执行循环体 当条件不成立 可以结束 能懂我意思吧 能懂我意思吧 那如果这块你要写个1呢 无尽循环了吧 写1那还能判断假的出来吗 这不可能了 就这种无限循环 是什么呢 咱有个英文单词 叫never never never ending 还有呢 loop never ending loop never叫永不 对吧 never ending呢 永远不停的循环 叫死循环吧 loop是循环的意思 对吧 这个loop你要学会编的话 你会知道这个东西 会编里面循环 其实不是 loop是既知的吗 对吧 loop循环代码论 对吧 loop循环 这叫死循环 但死循环你尽量别试 因为你一保存 一刷新页面 这个页面上面 就会读圈这了 对吧 它不会一直在显示 0.1.2.3 一直打印 它不会那样的 系统一般 系统一般 怎么说 系统一般比较耿直 耿直不坏 对吧 它都得自己心里靠谱了 觉得能算上来有多少倍了 它才会去写东西 它无限循环 它就一直琢磨 什么时候到头啊 什么时候到头啊 所以一直卡死了 你知道吧 等值不坏吗 对吧 它不会一边打印 一边想 一边打印 它不会那样的 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现在你刷新 再试一下刷新 晃荡 你看上转圈吧 就算 啥时候停啊 啥时候停啊 永远不会停 对吧 然后就死循环了 死循环就完了 就崩了 崩了之后你只能 你点叉对吧 点叉之后 重新再运行才可以 对吧 这是while循环 while循环不用太多讲吧 这个方形环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你不把它离成两个循环 它就是一个循环 那方形环前后不写东西 就是while循环 其实while循环用起来 比方形环 有的时候更加简便一些 对吧 因为你 它前后不写东西 它在心理上 它不障碍你 对吧 它不阻碍你 那方形环 你就是 你从审美的角度来讲 你前后 你都写这个份号 是不是一瞅也挺丑的 对吧 然后你开始琢磨了 前面写了啥呢 后面写了啥呢 对吧 一写出错 对吧 不写行了 不写不瞅着刻是吗 不写去了 对吧 去吧 去吧 然后那个while循环 就这样了 while循环 对吧 while循环 咱写个东西吧 while循环咱 咱 呃 while循环的这样 咱这个 一般咱这个东北吧 东北的一般喜欢这种 酒文化 特别特别重对吧 也就是同学聚会 班级聚会 喝酒喝酒一般 找游戏喝酒对吧 咱们敲七敲五什么的对吧 这个逢七 你去敲一下 不准直声对吧 咱这样啊 咱也是 咱逢七呢 咱这样 逢七直声的 其实逢七说话这事挺哼的 你们玩过这么玩吗 反着玩 不是七 不是七的倍数都敲 对吧 到七的时候 才能喊出来对吧 这事挺缺德对吧 敲的一块就蒙了对吧 以后玩是反着玩啊 咱这样啊 咱拿程序玩一下 反着玩对吧 反着玩 拿那个外国循环来玩 到七 到七的倍数 就是比如说100个同学 到七 到七的倍数 他 他喊话 他把这个数打出来 到七 到七的倍数 把这数喊出来 怎么办呢 首先控制在100 100圈以内 100圈以内怎么控制 来一个i 是外面听一个i 对吧 i是零对吧 这里面呢 i小100对吧 然后在那边 i++对吧 这控制完了吧 然后在里面看这个i倍 输出这个i倍 什么时候这个i倍输出 当什么时候 当他满足七的倍数的时候吧 当他摩七 是不是等于零的时候 摩七除开了 余零是不是 是七的倍数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才喊对吧 才喊 我遵 刷信 我遵啊 刷信 open browser open browser 是不是这样了 当然这个输出 传媒没有空隙的 咱隔一下 这里面 加上空白 是不是这样了 是不是他们都是七的倍数 对吧 都是七的倍数吧 当然了 你说逢七和七的倍数 那你要是有七的话 那还得再写吧 这十七的话 不是七的倍数了 但是他也应该敲一下 他应该喊对吧 那么写的话 怎么写啊 如果有逢单七 是七的话 怎么写啊 并且i 模 啊 对对对 获吧 获i i啥 获 获 获十 得 得七 是不是也成了 也成了 对吧 啊 获十 于七 所以是不是代七的 个位数 凡是代个七 全都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队伍还会增大吗 是不是七都出来了 对吧 这四十七不可能被七整除 是不是也出来了 对吧 除十 磨十 磨十 因为咱的要求人 十七是不是应该出来 这个人 你个位是七吗 个位是怎么拿个位 是不是除十就完事了 除十 于七 是不是个位就七 于回来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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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哎呀 你这是数学问题 回白白角植了啊 不懂 回白白角植了 手都不够 把别男朋友脚植了 对吧 算一算什么的 没男朋友先找一个 没女朋友先找一个 对吧 对吧 这wil循环不练了 行吗 不练了 最后一个东西啊 叫dowil循环 dowil循环呢 特别无聊的一个语句 我不知道为什么存在啊 这个度wil循环这样了 它和wil循环是一个机制 只不过wil循环是当满足这个条件才会执行 这个度wil循环呢 叫不管满不满足这个条件 我都先执行一次 然后再判断 判断成立之后才会执行第二次 你说无论如何它都会执行一次 能懂的是吧 这块我添个零的话 这个度它都会执行 如果执行一次 先试一下对吧 先试一下 那 你说是个i的话 这个它执行的次数还会符合 但正规常规嘛 就是i小于 这里面判断i小于10 i小于10 然后i++ 还会十次吗 你看会吗 是不是会十次 就是先执行一次 然后判断条件再执行一次 再判断条件再执行一次 对吧 在最后的时候就不执行了 就是dowil循环没人用 有这个东西真没人用 就是它这个东西 不管行不行都执行一次 这事是很别扭 你说不管行不行都执行一次 你就没必要写在循环体里了吧 你是不是写外头就完事了 这是必要执行 对吧 那你还写什么 度外的循环 闲的嘛 对吧 可读性还不好 查循环圈数还不好查 它是倒着查的 对吧 它是先执行再判断条件 先执行再判断条件 对吧 它是符合这样的一个对应观 它倒着查的 不好 所以说你知道有才就行了 没啥用 这种东西是吧 没啥用 你知道有才行 度外的循环 行吧 咱基本上这个执行的就差不多了 今天课差不多了 然后呢 等会 等会 没完事 咱课程 每一个课程最后都会到一个非常愉悦的环节 对吧 叫留作业 上次都没留作业 搞得我好几天晚上没睡觉觉 对吧 我就是转转反侧 怎么都没留作业呢 我也在自责 对吧 怎么能没留作业呢 今天为了弥补一下这个 对吧 我得睡个好觉啊 留作业啊 计算第一个题 计算2的n次密 n可输入 n为自然数 先教你们怎么n可输入 n可输入就这句话 这句话你抄下来就行了 到时候 你看我视频抄下来就行了 然后这句话你放个n就行了 这叫n可输入 一个字都不能差 percene必须得加 以后再讲这什么意思 percene什么东西 以后再说 n可输入 就是随便输入 然后计算n的2次密 2的n次密 就挑了 计算2的n次密 啥叫密啊 密就是 方对吧 二的多少次方 二的多少次方 n可输入 就是n是1的话 二的一次方 n是2的话 二次方对吧 编程在于找规律 你找到规律了 抽象成公式了 才能写得出来 那种意思吧 一定回先找规律 先别着急起 然后编程的时候呢 也不要 编程的时候容易受打击 编程的时候 我明明想了 明明是这个问题 怎么编不来呢 这时候就开始怀疑人生了 我是不是笨的 我是不是自杀 比如人上车要少二斤 那怎么能回事 对吧 不要那种想法 都一样的 大家刚开始编程的时候 都一样 你不用管 方法同学写的快 你写的慢 没那关系 人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 你初始的思维模式不一样 这种思维模式 你需要去锻炼 所以一开始 无论你写的慢还是快 无论你像淘宝 写的好不好 你写下去就完事了 编程就是修修补补补 都这么来的 能懂得是吧 别一写困难就停了 这六道题 你至少能写出来四道 第一题 二的N四方 第二题 N的阶层 N的阶层 N可输入 当然有个问题 零的阶层多少 普及下常识 零的阶层是不是也一 一的阶层还是一吧 阶层 阶层 阶层在数学里面 应该是这个东西 学文科的应该也知道阶层吧 文科是不是也学数学 你像高中是不是学数学 高中学数学吧 阶层的是初中指示 对吧 阶层初中指示 就是初中你会了这个之后 你才能升高中 对吧 要不然就是家里关系太硬了 对吧 5乘4乘3乘2乘1 这叫阶层 对吧 这乘到1 这没啥可解释的 蓝的解释 来吧 第三个应该解释 叫废布纳切数列 有个著名的数学家 对吧 他死了之后 把这个东西留给咱们了 对吧 咱们之后咱们就求呗 怎么求呢 废布纳切数列 其实挺简单 废布纳切数列 有已值有未值 已值的是前两位 第一位和第二位 这是第一位 这是第二位 前两位是1和1 这两位已值的 那你求未值位 未值位怎么求呢 如果说你想求 废布纳切数列的第四位的话 你必须得知道第二位和第三位 因为它符合一个规则 叫废布纳切数列的当前位 等于头两位的合 就是第四位等于第二位加第三位 那你想求第四位的话 你得知道第二位第三位吧 第二位已值 但第三位你不知道 那你就得求第三位的吧 第三位是第一位加第二位的合 推到最后总得推到第一位第二位 然后去找规律 然后去写 找规律是很简单的 怎么把这规律描述成程序性语言 这个东西是需要你思考的 这是菲伯纳切数列 当然菲伯纳切数列有简单的 有难的 难的菲伯纳切数列从零开始 咱不考虑那难的 咱从1开始就行了 1的菲伯纳切数列 就最开始提出一个初级菲伯纳切数列 然后第四个 编写一段程序 输一个三位数 输出时反向输出 输出456输出654 当然java数列有个特点 java数列有个数字类型 咱们其他语言数类型 比如int叫整形 对吧 integer整形 然后整形是整数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咱们是word什么什么 对吧 他们是int什么什么 然后他们想做小数 必须得是float 浮点什么什么 对吧 咱这没那么多毛病 java script里面天生就是浮点形 天生就是浮点形的东西 就是天生它就可以进行小数计算 就是你不用考虑那么多 不是什么天生整形的东西 就是你现在你word一个a等于1除3 你打印 打印a 就打出来一大堆对吧 它不会打三分之一的 没那么智能对吧 行吧 这是天生浮点形 所以天生浮点形 就导致一个问题 你输出456 想输出456 想输出654的话 你除是不行的 你456除100得4.65 你那点咋默区啊 你就成功我减5.6 那下一次我换个数 你还是不得和我换个数再减 对吧 所以你就考虑 怎么先模 肯定有减的过程 肯定有除的过程 但是也有模的过程吧 这个考虑考虑啊 其实挺简单的啊 三维数正向输出反向输出 正向输出反向输出啊 然后第六题啊 第五题 第五题是输入abc 我说六道题嘛 第五题啊 输入abc 打印出最大的 就是三个数abc都是输入的 打印出最大的 这是不是写的程序 这很简单 这最简单就它了 我觉得啊 最简单就它了 就三人笔歌 然后第六题 第六题比较的意思 我先普及一个概念啊 什么叫质数呢 质数在数学里面 标准成法又叫素数 素数和那核数是相对应的 对吧 素数叫只能被一和自身整除的数 对吧 素数叫 素数叫只能被一和自身 其实还有一种翻译方法 标准化的翻译方法应该这样 其实只能被一和自身整除 不标准 那一算啥啊 一能被一整除 一能被自身整除 对吧 不能这么解释 应该叫素数这个数 从一一直除到 它本身能被两个数整除 能懂意思吧 素数是从一除到 它本身能被两个数整除 这才叫素数呢 所以一这条规则 是不是被pass了 一不是素数啊 一也不是核数 一啥都不是啊 对一啥都不是吧 是不是从二开始的 二是第一个素数吧 然后三是第二个素数 然后是五对吧 把一到一百以内的质数 求出来 当然了 我建议你别真实拿笔去算 诚哥好 留作业嘛 三 五 现在除七 然后看看八能不能被整除 对吧 拿计算机能点 你别那么算啊 挺累的 我画到一千了 对吧 用乘域去写 让他帮你算 他有计算功能 看怎么去写 这个东西 一到一百以内的 这个这个质数 把他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 OK 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 六道题 这六道题呢 你好好做啊 正常同学 你都能做出来 四道 这话 你理解吧 理解吧 就是差不多 都能做出来四道 四道是基础 这个使劲 五六道 没啥问题 六道都做出来 也很没问题 这个已经就可以了 你别有太多心理障碍 兄哥 我这个学校里面 学了两三个月 才做这个东西 对吧 一堂课就能做了 能做 能做 真没那么难 你把这个东西 看明白了就懂了 就这么简单的东西 行了 今天到这吧